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越咬越香 觀眾朋友們 我還是要打自己笑 這個地方很奇怪 看起來就是烹肉飯啊 可是你有發現這個瘦肉 有它食肉 它食味很乾 而且你一咬它就乾了 太燙了吧 檸檬鹹汁耶 從上面淋下去 變顏色啊 天啊 這個龍蝦怎麼弄 這叫龍蝦 我說他們的海鮮配他們放 也真的好鹹汗 它就是軟 吃什麼東西 在前面 我帶你去 我要幫你吃 還有一個 這個是美食嗎 對啊 很好吃耶 很愛吃 放暑假夠不夠 不夠不夠 沒關係 趕緊跟著我們往高雄出發 這趟不常識旅程 創新驚奇絕對不夠形容 只有跟著玩才知道 很多人無謀無鳳 你主持美食節目 為什麼食材這麼好 其實很簡單 兩天主持 五天爵士 五天運動 學生 不好意思 你好得美 我可以了吧 好 謝謝 好 好 我可以嗎 沒有啊 試試我再檢查一下 我就知道 機器有問題卡住了 你要修一下嗎 好 卡住 可以嗎 好 不錯 原來極氣士正常的喔 哈囉 無縫 回來 回來 這麼強 怎麼會在這 我跟你講啊 我是很冷靜的運動 但是呢 我現在來這裡 沒有力氣 就是這樣就沒有辦法了 好啦 那你今天有沒有吃東西 沒有 你沒有吃東西看過的運動嗎 這樣不對對不對 對啊 現在一定要先吃東西 那你知道這些地方 有什麼好吃的嗎 講到美食 問我就對了 有吃貨稱號的宇柔 根本就是半個高雄人 對這裡超熟的 首先早餐雞推 吃花 嗨 高雄 來到高雄當然要先吃 高雄在地的美食 沒錯 好 你知道吃什麼嗎 在地的話 高雄的話 很多美食真的很難選 不知道耶 那我提示你好不好 好 我們今天吃的跟 哈 這個有關 啊 我好喜歡 尤其是看愛玩客的時候 那邊還要吃菊花 為什麼要吃小菊花你知道嗎 因為待會兒我們吃的東西 你跟小菊花有關係 你猜得到嗎 你猜得到嗎 你…我不是吃這個嗎 不是吃那個 是不是跟它有關係 長得很像的東西 我太早 不是 你吃嗎 吃這個 來了 來了什麼 爸爸好 你好 一開始老弟你好 你好 一開始我告訴你 在那邊 他騙我 他給我很多菊花耶 我吃菊花 吃菊花 好酷耶 老闆 我也沒有騙他 這邊是不是有個很厲害的東西 叫做菊花肉 有耶 那是不是跟菊花有關係 沒有關係 為什麼沒有關係 可是菊花肉跟菊花不一樣啊 他也有菊花兩個字啊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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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跟你玩一個遊戲 你看一下那個菜單 你覺得哪裡不一樣 東粉… 好酷 全部都是東粉啊 好啦 是啊 專門… 專賣這裡 其實意思應該是說 就是買一個東西專心的 把它賣到最好就好了 而且我跟你講 這邊更厲害 更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看一下那是什麼東西 它跟一般的那種麵片 不太有一樣的是 一般麵用 我們就是用那種瓦斯爐 去煮麵啊 可是他們不一樣 他們蒸我 是用那種瓦滑漢去煮 那話呢 就是他們沒有火 他們就要一直煮麵 沒有瓦斯 觀眾朋友 給你有沒有看一下 老闆 聽得到我嗎 老闆 你在線 老闆在上面 老闆 不好意思 你們這裡好奇妙耶 這叫做特色啊懂不懂 又是菊花又只賣冬粉 還有鍋爐底下的炭火 都是傳承三代 累積下來的好味道 這檜木手工打造的推車 可是鎮店之寶 雖然火力大小控制不易 但卻有瓦斯無法取代的 獨特香氣 甚至還可以降低豬腥味 讓口感更清香 到底有多美味 趕緊來品嘗看看 來了... 來了... 大家好 你們看冬粉 秋冰味 你的是乾的 對...這個乾的 我的是湯的 湯的 但是都是冬粉 都是冬粉 這個冬粉好Q喔 它的口感 算是一種滑滑的 你知道嗎 然後不是乾乾的 然後... 而且你在搖下去的時候 你會一條一條 可以噴得出來 打在你的嘴巴裡面 可以滿滿的融化 然後我跟你說 我們在吃那種古早味的東西 我覺得很講究的是湯口 它完全就是用冰粉 去熬出來一個大口味 我覺得它這個湯 完全不會有那麼重的 調味料的味道 它就是大口湯的香味 OK 它說的是對嗎 你們全沒有夾任何一個 調味料 沒有 沒有 我以為你在誇張 沒有 真的嗎 我什麼時候誇張 你才誇張 我哪裡誇張過 我誇張嗎 沒有 你說很誇張 沒有 好喝 好喝 人家啊 咱家無縫是故意的 絕不是浮誇喔 不過這湯頭一點也不浮誇 清澈不濁 嘗一口 味道甘甜 清爽不油膩 用大骨熬煮數小時 果然不一樣 湯的冬粉 簡單撒上芹菜末 和酸菜丁 乾的則會加醬油調味 冬粉Q彈有嚼勁 教老屋吃下去 還會倒彈回來呢 說了這麼多 這家的主角即將登場了 來喔 今天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菊花肉 這個比較有趣 真的 好嫩喔 如果你們有在家裡 自己煮過湯的經驗 就是那個大骨熬了很久 排骨熬很久之後 你吃那個肉啊 你會覺得那個肉好軟 然後烤肉味好厚喔 這是菊花肉 就是這個嗎 這個是讓我想到有一點香 我們在土耳其吃的 有一點香是那個 頭裡面的肉 你知道為什麼 一些小巴 羊 真的羊 我們常常吃頭 然後這裡 那種很嫩很嫩很嫩 比較嫩 然後呢 這個 我覺得這個比較肥美 而且你知道嗎 來這邊除了吃冬粉之外 就是還可以吃他們這裡吃的小菜 還有這個 也很厲害 這什麼 豬心跟豬大腸 豬大腸 豬大腸 這個是豬腸 好香 好香 就是脆脆的 超級好吃 它就是賣一點點東西 但把每一道菜的味道都味道 最好 所以它的顧客回顧率就很高 菊花肉其實就是嘴邊肉 色澤較紅 與羊肉相近 橫切面條紋狀式菊花拌的紋路 因而得名 店內所有的食材 都來自傳統市場的溫體豬 因為肉質夠新鮮 燙煮切片 口感又脆又Q 拌一點酸菜 味道更正 只能用簡單又美味來形容 像常常這冬粉魅力的朋友 要快點筆記起來喔 魚肉 幹嘛 沒有想到 就是一碗冬粉會有讓我吃飽到 這個樣子 你看這個肚子 你飽了 飽了啊 我跟你講我好餓 我餓死了 剛剛吃開胃 我覺得現在正要是我 進食的好時機 這什麼都OK 好 說 好 我覺得剛剛吃完冬粉 然後現在我想要吃 早午餐 午餐 因為我覺得到了高雄 你除了要吃在地的美食之外 你還要吃一點創新的東西 創新 到熊這裡有嗎 我們要走在食尚的尖端 好喔… 在那裡 走吧 前妹 你看看喔 嗚呼呼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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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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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喔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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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魚肉我們要吃什麼呢 我跟你講 你就是問到重點 我們來這邊啊 就是要吃便當 便當耶 台灣太甜了一些啊 我跟你講 我今天帶你吃的便當 當然是不一樣 所以才有跟你說吃便當啊 不然你那麼愛生氣 我怎麼敢被罵 那裡就是你要的感覺 大家知道等一下我們看到的便當 就是一個便當 我發誓待會兒來的便當 絕對是你沒有看過的便當 沒錯 歐巴可以不要著急嗎 這麼可能只是 帶你來吃一般的便當 這間新串起的韓式料理店 除了環境和料理完全原汁原味 還加了一些創意巧思在裡頭 魚肉要吃的是 店內人氣的便當 據說在吃之前 要先流汗才吃得到 真是奇妙耶 要進來囉 用錢搖一搖 好 搖一搖 使用錢要先搖一搖喔 可以啊 我土耳其人都要 你看 土耳其人呢 獨屁股 你看 一 二 三 三 你再笑我 又要去我 第一次都不懂我們的文化 一 二 你這樣搖耶 怎麼搖 我示範給你看好不好 這要被人家笑 我們要這樣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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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大家都會搖就不會 不要搖 不要了 不要了 越搖越像 越搖越像 不要這樣子啦 觀眾朋友們 我還是要搖自己笑 這個地方奇怪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要搖 才可以吃的便當啊 很香對不對 很香 可是現在 看起來你看 便當不是這樣子嗎 這是便當啊 你有沒有吃過石鍋拌飯 石鍋就是那個 攪一攪那個 這是什麼料理 韓國料理 韓國啊 這也是韓國料理啊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他就是要把它混在一起才能吃啊 好來來 上下 上下 請候 這是一個韓國話對不對 你看 Fantastic baby Fantastic baby 很像太陽耶 Fantastic baby 太陽 食用前請先搖一搖 可是有典故的 會這樣做 是因為以前韓國小學生書包裡 放著鐵便當 上學時跑跑跳跳 合理的飯都混了 結果發現這樣也別有一番風味 於是搖搖便當就這樣流行開來了 各位先生 各位先生 變了喔 跟剛剛都不一樣對不對 這樣子看起來是其實 有一點 一開始會覺得這樣子好吃嗎 但是 做法就是這樣嘛 很好 很厲害對不對 很好 而且你看喔 你的每一口裡面啊 都有菜 有肉 有飯 而且重點是剛剛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蛋黃是有點半身熟的 所以你在攪貨的時候 那個蛋黃就留在每一顆 的飯粒上面 然後你吃進去 就有蛋的甜點的香味耶 我最喜歡的是他們的醬汁 你再咬一咬 如果真的沒有咬一咬的話 醬汁會在這邊 蛋會在這邊 就半步魚 它那個辣醬的味道 真是覺得很像我們去韓國 吃飯飯的那個辣椒味 飯大口大口吃 這才叫大口大口吃好不好 很好吃耶 經過手搖後 打開盒蓋香氣四溢 搖的時候 盡量四個麵搖上一次 才能達到混合的效果 店家用的是台灣食材 韓式原物料 辣醬是從韓國空運的 用洋蔥水果泥去調製成 符合台灣人喜歡的口味 吃進嘴裡帶著辣味與吃黏感 牛肉也頗軟嫩鹹香 緊接著這道 可是現在韓國最流行的料理 還有 豬肋排 這什麼 豬肋排啊 這個也是創意料理 創意料理啊 起司耶 對啊 起司耶 你有吃過這種吃法嗎 好香啊 這個是你的做法 還是原來是要這樣子做 最新最流行的韓式豬肋排 到底要怎麼吃 讓胡蜂傻眼啊 獨家新玩法 尖叫聲爆表 尖叫聲 好可愛 小小兵 好可愛 而且不只有小小兵喔 前面全部都是 你幫我拍照 我在看這個 超頭粿喔 超頭粿喔 超頭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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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用泥漿才有肉做的 這裡面的米漿很明顯 搭下去 軟 你們在咬的每一口下面 還是可以咬到肉的感覺 好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